就皇帝做的啊 皇帝的那个 坐的椅子 他就坐那边 这样的椅子好 不是吗 诶 怎么有好几个在一起 是Move吗 诶 真的不一样诶 我们都是这样 这样 一个 这样子 要去哪里 哈哈哈 去喝咖啡 那外在干嘛 外国人有听过清明节吗 有有有 在日本也有 没有 我不知道清明节是什么东西 台湾人 去拜祝贤的日子 很多人都会 庆祝他们的先祖 然后他们会准备一些礼物送给他们 通常都是吃的吧 我知道我知道清明节 扫墓嘛 为什么要有一个特别的日期 大家去扫墓 这个想去就可以去啊 晚上还可以扫吗 天黑不敢扫墓 还多几个情形 好久不见 怎么有点白白的 有听过 那个桥 然后那个男生跟那个女生 一年一次可以在一起的那种吗 但是清晰请人节啊 就是那个 哈哈哈 不一样吗 哈哈哈 你的国家有类似的节日吗 有 大概八月去的时候 每个公司都是收假 然后要去扫墓 拜拜 那个期间 叫做 欧帆 我们是都是 拿花 茶那边 啊 在荷兰没有这样的一个日子 但是我听说在欧洲有一些国家 过 欧洲 是十一月二号 我们呢 十一月二号的时候有 Giorno de morti 很多人会去 墓地 怀念已经不在这里的家人 送给他们的食物 一丝食物 啊 Bonabate 没有 这一次我们没有清明节 想去怀念 我们就会去 最主要的是 死者生日 或是离开的那个日期 回去怀念 但是我比较不喜欢去 因为很多坟墓嘛 你走过去一个一个看 然后有一些 这个活得很长久 这个很早就过世 对 所以有时候会心情不好 墓西哥的金明节 我们叫 万灵节 家的 los muertos 我们觉得 过世的家人 那个日子 回来 跟我们一起去饭 我们觉得 万灵节 不是很难过的日子 我们就是 新出习惯 我们会在我们的脸上 有一个Mask 然后我们可以去排队 我们有一个 很有名的典音 叫 Coco 幻色的话 Sempasuchi 它用那个Coco的典音 我们觉得 如果你有那个话 你可以 跟过世的家人 有联系 哇 哇赢啦 有啊 其实马来西亚的新民节 跟台湾的新民节很像 是我一年来 最累的一天 因为我要少很多很多的墓 大概二十几个吧 从第一座山 少到第二座山 很多亲戚 那天大家聚在一起 一起到坟墓的地方去布置啊 还有放鞭炮 我最爱的就是放鞭炮了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皇帝做的啊 皇帝的那个 坐的椅子 那就坐啦 不是吗 啊 啊 很久以前的东西的感觉 不知道耶 是 木 吗 诶 真的不一样耶 我们都是这样 这样 一个 这样子 你要去哪里 哈哈 去喝咖啡 嗯 那个是木地 小小的 台湾的很小啊 在那边会有很多个都住在一起啊 所以你大概会懂是哪种地方啊 我之前在花蓮的时候 打工会树我 我家旁边就有 很多个 哈 所以我每天都会看到 我看过 我看过 我之前 就说 诶老公你看什么啥 然后他说 诶你不能 poy那个 finger 就是 人家 死亡之后 就放在那边 然后就是可以去那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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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是墳墓對不對 在荷蘭有這種 但是不是那麼大的 是比較小的 第一次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很confused 我覺得是一個 memory 的地方 嚇到了 非常 shock 的 我知道啊 這個就是墓啊 墳墓的墓 對我常常回家都會路過 所以你住在墳墓旁邊 墳墓的山上 因為比較便宜 因為沒有人敢住 對 那你台灣沒有看到這個 有晚上常常去 爬山啊 跑步 有些人說 你不能跑步啊 我說為什麼 我不敢講 我說有什麼東西嗎 有鬼什麼 說了他會來是不是 有鬼有鬼有鬼 幼稚鬼 你的國家崇尚的安葬方式 我覺得最普通最流行 一直都是圖章 因為我們有很多 Sim Terry 那你呢 我是希望可以圖章 你會覺得台灣的做法 蠻可怕的 騷人就感覺很奇怪啊 我就很嚇到 火葬 基督教比較多 所以火葬為主 不行 我不行 我覺得很奇怪 那個會放在 墳墓裡面 或是家裡 或是找一個 封建好的地方去撒 那你呢 我嗎 我不想聊這些啊 這個很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耶 我還是不急耶 我現在有事情 我有空我再想一下 有機會啦 有機會啦 都是火葬 我們家也是 那你 沒有想過 應該我不會死 這邊喔 兩拍的 突然變秘密的 超級 義大利的話 我們都會在土地 因為在義大利 家人都會一起 會有一些地出 然後都是同一家的人 所以我應該就會 搬到那邊吧 跟我阿公阿嬤 在荷蘭以前有型土葬 但是現在比較有型火葬 因為荷蘭人要直接 確定他們之後的 神奇發生了什麼 所以他們不要在底下 撫蘭 其實在馬來西亞呢 土葬跟火葬 是比較常見的 那麼我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火葬 因為我要看以後我火葬完了 會不會有設立子 掉出來 各國的生死觀是怎樣的呢 義大利人都是天主教 羅馬有教宗 天主教最重要的人 是我們的精神領袖 爸媽媽他們都會相信 死掉以後 還有另外一個世界 可以到天堂 為了可以到天堂 每個禮拜天會去教堂 跟神培養感情 我很久沒去天堂 我很久沒去教堂 我好像至少有三年吧 之前是被我媽媽 很強迫去的 二十幾歲以下的人 基本上都會覺得 我們死掉以後 沒有要去別的地方 我們就沒有未來 以前很怕死耶 親戚過世了 就哭得很嚴重這樣子 都很害怕面對死的這一關 可是當我知道 只要死了就會有生 然後有生了就會有死 我就不會再害怕 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相信 賢士追定我們的生命多久 如果時間到了 他叫我們回家 然後我們跟他一起在 然後我的國家 是指安勒斯 因為荷蘭人覺得 他們應該可以 持續追定他們的生命多久 很多人從幾大國家 會特別去瑞士安勒斯 全世界第一個國家是合法的 當那個病人 他很痛苦 我覺得可以 解受他的 最後的一個願望 瑞士有安勒斯 很多年了已經 問題是瑞士的 自殺率還蠻高的 我之前工作 我們實驗室 在一個高橋下面 有時候有人會來跳 有時候來上班 就可以看到 尸體 每個人對生死看法不同 主要是家人會想念你 或是朋友會想念你 如果有機會見到 已是家人 你會說什麼 如果我有機會 跟我的蘇贤說話 我會問他們 如果你們在這裡生活 你想要做什麼 我就會幫他們做 他們想要的事情 最近我的爺爺過世了 但是因為疫情啊 簽證啊 就我回不了 家 而且爺爺他還在活的時候 跟媽媽說 這個年底 讓醫師回來 想見到我 所以我真的很想 跟他抱歉 還想說謝謝 一直照顧 這樣子 叔叔 謝謝 我就會說很抱歉 你們活著的時候 沒有落湊時間去陪你們 因為我們每次都很忙 很多事情 沒有珍惜那些時光 人走了就留下遺憾 所以我會覺得抱歉 對不起 所以我建議大家 要珍惜家人啊 有空過去看 有空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